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姜濤的我的天堂城市的包場結果 已經陸續公佈了 高登仔也申請成功一場30人的長次和100人的長次 至於日後要怎樣安排呢 高登仔也在想著 正當在想著這個期間 有一些姜濤群組帶來一些不幸的消息 什麼不幸的消息呢 就是出現了第一滴血 什麼叫第一滴血呢 一會跟大家說 是一些不太愉快的消息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點擊留言 最緊要就是留言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或者是一點也都OK 最緊要的一件事就是課金支持 每一段影片就超級感激 超級留言一元幾毫都OK的了 給高登仔最主要就是收集一些正面的數據 給YouTube看 讓YouTube就不要就之前hater的事件 再在我這段頻道 就針對出片的困難了 這樣就只有大家的支持 高登仔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繼續支持姜濤 好了 這件事就是有點不開心的 我想就關乎一些早前的爭拗 即是姜濤的group 或者一些叫做大不大台的活動 仔細就是這樣發生的 話說高登仔最近收到一些聽眾和觀眾的留言 說有部分的姜濤group 這些姜濤group應該都是一些中小型的姜濤group 他就說 各位谷友 關於10月15號包場一事 現在有了新的安排 由於包場需要用很多錢 而本人亦無力支付那麼多的支出 所以決定不參與包場 令大家失望 針對不起 不過之後的FC包場 仍然希望大家盡力支持 我們永遠支持FC 支持姜濤 謝謝大家 OK 就是這樣 下面的留言就不說了 因為牽涉他們的group的私隱 不單止這個group 在其他group 都相繼出現了一些谷主 或者一些facebook的group 因為早幾天高登仔說 我的天堂城市 就出現包場的申請 高登仔也進入了兩場 也成功包場了 這個稍後才說 有一些姜濤群組就正如剛剛這個cattle的谷主說 因為包場就牽涉到一個資金 幾多資金就不方便去說 但是我想對一些小的群組 或者是一些 即是怎樣說呢 即是他真是想著去做一個應援活動 即是可能一些叫做 沒什麼收錢 沒什麼做的應援活動 的確是出現了一個極大的財政負擔 因為包場是需要 即是 我不知道能不能說 我怕我一說被人取消了 因為裏面其中有一個保密條例 那我 即是這些內容我怕我 都是不要出界 都是不要說 否則被人取消了 兩場就更差 即是總之當中牽涉到 牽涉到一些費用 OK 而這些費用並不少 這樣 所以這些group 即是有很多 即是有部分的group 本來就抽中包場的場次 但最後都是因為經濟的困難 就決定不包場了 將這些場就丟出去 這樣 結果就形成了一個 即是情況 就不是令到太多人開心 甚至可能 即是我這樣說 即是 留意到一些group裡面的一些成員 都不開心 那他們不開心 就說 哎呀真是 好不開心啊 即是原本我們自己一個group 就算一個中型也好 大型也好 自己一班人 那當然 自組一個group 就肯定是同聲同氣 肯定大家相處了一段 大家都支持姜濤 大家都有比較接近的理念 才group在一起 或者是大家做一些應援活動 那他們都期望已久 都沒有了 期望已久這些 這樣的聚會 這樣 那 結果就是 有很多group 就是 那些成員就不開心 那 甚至就有些人說 這樣不如 我們一起夾錢 這樣 夾錢去 去處理 這樣 但是 我想 相信 有些group主 都已經 考慮了 考慮了 究竟大家可以夾多少錢 這樣 因為如果要夾錢 就肯定 就給買 一張 戲票 肯定是貴的 我夠膽和大家說 我夠膽和大家說 那 那 就是 為什麼高等仔 到今天 都不說 這件事 就是因為 我都可以保證 如果我搞 如果我搞這些包場的話 肯定我自己的心願 一定不會貴過 你真的買牆進去看 我的天堂城市 我一定 如果我做的話 我一定會做 至於 至於 多出來包場的費用 那怎麼辦呢 那 高等仔 這條頻道 一直都有大家的支持 如果真的做的話 就叫做 拉上補下 這樣 但是 最終做不做 我都要問我自己 一些不同的意見 就是 還有我 我當中要考慮一些因素 暫時還未說得出來 這樣 這樣 都未決定的 這樣 這樣 所以 就 有些群組 就 不像 譬如可能高等仔 這條頻道 只要大家 盡 就是 譬如可能 有時候 課金支持 超級感謝 超級留言 或者是 盡量把我的片 散出去 給多些人看 就是 點擊一個 YouTube的 微博的 叫做 微博的 叫做 叫做 小的支持 這樣 這樣 但是其實都相當少的 老實說 老實說一句 真的相當少 特別我這些小頻道 抹黑YouTuber 說過我這條頻道的小頻道 但是我已經超過九千人了 艱苦營運之下 那你說我這條頻道 就是可以 都是 這麼艱苦 何況 一些群組 其實有些群組 我都很佩服的 有些群組 簡直是 有些群組 簡直是 一班 可能 百多人 或者一百人以下的小群組 他們 就 訂了一些 三十人起標的 包場 場次 我相信 他們都未必支付得起 那些費用 當然 高登仔都未必支付得到 老實說一句 其實都 都 都 說 是不是一個天文數字 又不是 但是肯定是貴過你自己賣票 入場看 所以 有很多群組 都打消了這些念頭 因為 其實我想 他們 就真的 沒試過包場 就是 因為包場的意思 就是你會包了整場 包括服務費 就是 影視 電影院的服務費 所以 那個費用 肯定會高 你自己賣票 入場 所以 我想 這件事 大家的計算 是有些失誤 不過都不要緊 只要 FC 繼續有自己的 場次是怎樣 就不知道 但我不知道 FC收大家多少錢 我不知道 這個人 都不方便評論 可以有各自的行政考慮 現在有幾個群組 相對 放棄了 相當之不開心 就是我裏面的群組 我也想 直著 這裏 講給 這些群組的群組 如果大家 有聽 這個群組的群組 這個群組的群組 就 告訴我們 不用 這麼不開心 因為 看電影這件事 老實說 你不包場 都看得到 你 用樂觀的心態去看 當我的天常城市 在香港播放的時候 你就早點去買票 例如 最終包場的群組 都是小型的群組 我想 一次過買二、三十張票 應該不難吧 不過 不要這樣說 老實說 那時候 媽媽有了第二個 都不容易買票 你說一張半張 一定有得賣給你的 即是你說 為何一次過 買二 即是你不要說 過八張票 你說買一次過買二、三十張票 你都真的要 好好地部署 甚至是說 你要當個系統 一可以 一個半的 12.1 一賣票的時候 就要湧入去搶 這樣 就好像買這個演唱會票 那樣 但是 包場 固然之 沒有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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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慮 即是你包了個場 你總之幾多人去 就幾多人背 所以 我想 當中 就牽涉到一件事 就是有些群組 就開始出現一些言論 就開始問群組 喂 你包場成功 那你會收我們多少錢啊 這樣 那這件事就是 為何高端仔一直都不方便去評論 譬如 譬如 在這段片的前後 我就 拍心口保證了 即是我搞包場的話 如果我搞包場 我現在還未決定 如果我包包場的話 我就真的會 只收你們 即 譬如我一場 可能 六十塊的 可能早上六十塊的 那我只 即是 收回六十塊 或者更低 都不頂 總之大家開心 但是 有些群組就問回 那些群組 喂 你包場成功 你會收多少錢啊 那有些群組 就很老實 那他就會 很坦白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的 我不知道這樣說 可以不可以的 就是 我不知道這樣透露 可以不可以的 就是說 我說我那些群組 這樣透露 包場的數字 那個錢 那譬如 可能包場長 有一個這樣的錢 譬如說 我現在就收集名單了 如果有十個人 我就隨十 有二十個人 我就隨二十個 有三十個人 我就隨三十個 哇 那我自己有些意見 高登仔 哇 那很金 是不是 我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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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亂吹 你當高登仔 當高登仔 老人癡我 突然亂吹 這些不是實際數字 我講得明白 那譬如可能包場 三十場的 我的天樂城市 可能total就要用 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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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就是有時候很尷尬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可能要用 要用 要用多少好呢 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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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塊才算 隨便說 要用五千塊 那三十張票 那如果 只有十個人報名的話 那你攤分五千塊 那每人要夾 五百塊 那五百塊 那五百塊 看場 我的天堂城市 那如果 公理的說句 我拿五百塊 我可以分 就是早場 我假設早場五十塊 我不知道 好像應該還有五十塊 我分開早場五十塊 我可以看十場 我看十場 我正在說 對姜濤的十次支持 在票房 又有十次的進帳 這樣 但我五百塊 雖然我是群組的人 我雖然是群組的人 但是 如果只有十個人 我要 即十個人 十個人 是吧 每人五百塊 是吧 哇 那豈不是很金 是吧 那你說二十個人二百五 那豈不是很厲害 有些群組的人 就是這樣做 我不加於評論 可能去的群組 有個人沒有問題 那我不知道 對不對 你們參與也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就去吧 那 那 有些群組就是這樣 有些群組就很慷慨 有些群組就很慷慨 那就是說 免費請群組友 那就去看姜濤的演 不是演唱會 神經病 經常掛念演唱會 去看姜濤的我的天堂城市 這樣 那是免費的 但是免費 你就要參與一個 作品比賽 我看到群組 作品比賽 作一百次 如果作得好 你就可以參與 包場這個活動 那是免費的 幾時幾月 那就是 總之是各式其式 因為正主要包場 你說收好錢也好 不收錢也好 那很多群組就開始進行 類似的活動 那 那 我始終都說一句 那我自己呢 就希望呢 就是 我不止得 其實我覺得包場 可能那個肺肉 對於一些 薑糖的群組來講 的確是 貴了一些 也都是財政負擔能力之外 即是未必可以負擔得起 所以 所以 有時候我在想 包場是否真的需要這麼貴呢 即是 究竟包場是否可以收回成本價呢 那 所以 就是 都忽發其上 那 我搜到 可不可以發電郵給 我的天堂城市主辦單位 就是 其實包場可不可以 即是 兩張的價格降低 那 後來 有網友跟我聊 還也說 其實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呢 因為包場的錢是電影院所定的 不是電影商定的 所以你包場的錢收就收壓你的 也沒有議價的空間 你包不包就放出去 高登仔就這樣想 如果是這樣 其實老實講 你放出去正如我剛剛所說 如果我調教的時間 買票的時間調教得準確的話 我其實約二三十人去買我的天堂城市的時候 一上網一出我就馬上買二十張票 其實行不行 現在我不知道 其實我很少可以買那麼多張 可能我買一至兩張就行 可以有限定的 對呀 真的想想想想 可能你上網買是限定 不可以一次過買二十張的 好像想想想想 我不知道 如果有網友知道 平時用開電腦買票的時候 有些網友如果知道這件事 就告訴高登仔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的 如果不行 都紮實 那就沒辦法了 唯有幾個薑湯幾個薑湯去看 就沒有一大班 唯有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 就是說 有時候也不用那麼失望的 各大薑湯公司或薑湯 你們就算退不到包場 或者你們參加FC的包場 我不知道FC收多少錢 我還沒Fact Check Fact Check 讀得對 這次 不是Fact Check Fact Check 看看FC收多少錢 如果不然 就自己買票自己進去看 做什麼 那你也要谷票房 是不是 我們也要谷票房 那自己買票進去看 是不是 沒什麼所謂 是吧 最重要是可以看 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 所以 這次 就 有些群組就出現了第一滴血 那就是 起碼 這次 有些薑湯就說 出師就好像不利 有些薑湯群組想 封個牆 包牆 去看天堂城市 都出現了這些困難 大家就覺得 有一點失望 希望 將來再有機會 就去 不過我覺得 你們就去FC FC 他都有包牆 嘗試 幫襯 不是幫襯 我不止去收費多少錢 那樣 我覺得都應該不止收 不止收 你普通看的價錢 所以可能 中 中 就是叫做 中 最終的結論就是 其實你自己去戲院看 是更加高的成本效益 自己長數也可以選 那麼 費用又沒有那麼貴 那可能包牆 還有 你又可以看很多很多次 就著自己的時間 包牆都是一次起兩次子 又貴 是吧 所以 有時候 高等仔 都要想一下 究竟 最後高等仔 的決定是怎樣 再容 後再分解 這樣 好嗎 今天這節 就是講到這麼多 跟大家分享 我們天堂城市的包牆最新消息 以及 當中 即是姜濤姜糖發生什麼事 這樣 好 今集就暫時完結了 那姜濤的中壽新聞 那我們下一節再見 不要走開 拜拜